哪一個人講知識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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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一直講這 所以你要去邀好幾個 大哥 我站在這裡 你站二號 你站三號 你站四號 那每個人都說同樣的 圍在那裡 穿丹 還真的有那個年輕人 真的肯跟我這樣做 還因為饅頭輸了很多市場 路過的人都有 那個年輕人想想 大哥 我要把饅頭拿去旁邊撥嗎 當然可以啊 我就希望你這樣做 結果那個大學生 兩個人就扛著一包 一箱饅頭 然後就拿著傳單 還要一邊發饅頭 一邊講給人家聽 還要面對那個情人的大姐 很疑惑的這個眼神看這樣 那我是想說 你這種的那個做法 以前啦 以前比如說我們做活動的時候 我們就要花錢印海報 或者印傳單 發給大家 那後來我做這個 其實好人運動先講 不是用來區別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只是說我們來做這個事情 你要不要參加 你能幫忙嗎這樣 大部分都是用 你能幫忙嗎的那種口氣開始這樣 然後能夠參與這些事情 或者其他事情的人 他會自己感覺還是好人 就好 所以我們不區別說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因為菜常常賣不掉 所以就會在旁邊把菜擺出來 告訴人家說你如果是好人 菜就送給你 然後那個台北人就過來送給我 拿起來 一把他放回去 一走過來又把他拿起來 一把他放回去 然後我在廚房在邊上 小窗戶嘛 這樣就看起來 哇 那些人拿三次 又放三次回去 就趕快去旁邊寫一個紙條 說如果你不是好人 你如果覺得你不是好人 你不敢拿 你趕快去做件好事 你就可以變成好的 所以那個南瓜還是送給你 這個比較像是 真正我在做的事情的精神 不是去區別說 你來參加我發給你一個證書 所以你是好人 我們也沒有這種值得 也沒有這種能力這樣 但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隨時決定 他要不要參與哪些事情 他也可以自己感覺 或者是說別人覺得 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恐怕很重要這樣 然後一樣啊 你常常自己覺得好人 自己覺得去做這些好事 奇怪你自己可以決定 你以後要去的地方嗎 是這樣 你自己可以決定 你以後要去的地方 那那個佛教講說 一個去不好去的地方 可是沒事就有狗咬你啊 或者是怎麼咬你啊 不好去的地方 還有一個就是你去好去的地方 所以佛教的用語就是講 善去跟惡去 那其實這個所謂好人不好人 你這講話很奇怪 讓別人自覺好人 我說其實我們真的是這樣啊 賣一顆高麗菜三十塊錢 然後那個全年只賣十八塊 或賣二十五塊 那你告訴人家說 你在做好的運動 叫大家說來幫我一買一顆高麗菜 那那個人說我又不是笨蛋 你旁邊就是那個全年 我剛從那裡走出來 人家才賣二十五塊 你為什麼賣三十塊 我說對我 可是我想想我這樣子賣 我不去賣三十塊 不然我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他說對啊 那既然你賣三十塊 我跟你買 我說那你更奇怪 我賣三十塊你就買三十塊 為什麼 我說你是好人 那他也笑我也笑 就是說 這裡面有一些技巧 技巧不是說我們在詭辯 是如果我們以為 那裡便宜 於是要找更便宜 裝救什麼地方的價錢 是最便宜的 或者是其實我們在找一個 合理的價錢 甚至當政府把那個崩盤的蔬菜 交給那個通路商來賣的時候 如果通路商家樂福 看到賣一顆十八塊錢的高麗菜 你是要開心還是要不要高興 因為他代表他賣十八塊 是所有人去穿買高麗菜 一塊一公斤這兩公斤 結果我們彼此罵說 你這個建商 人家家樂福才賣十八塊 你竟然賣二十塊 於是說 這個傳統市場 就通通不會賣高麗菜 多買多方買而已 那其實當時當時買一塊錢 買一塊菜可能才賺三塊 他想像我乾脆賣賣 所以當我們用這種方法 以為在通路商可以讓大家買得到的結果 是傳統市場的人 乾脆全部都怎樣 不賣 既無利可同 還可以賣 所以我就常常跟他解釋說 一個是你要便宜要更便宜嘛 還有一個就是說 用這種方法到通路商來賣的時候 表面上在幫助農民 可是事實上好像會感產生更大的問題 當我們用這種事情 是真實的把它講給路過人聽的時候 他馬上會冷靜下來 一家兩公斤的高麗菜 三十塊是哪裡是熱的 很熱的 因為在吃四個 一家人四個人 兩公斤的高麗菜那麼大顆 可以吃四餐 還有什麼好鮮 會貨便宜的 他的那個良心 或者說他自己的想法 就警覺起來 當這樣做的時候 反而那邊的菜就有機會 源源不斷的可以付高速公路上的 過路費 搬運費 裝箱費 就可以上來 這樣 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們自己做 以前是 我們要辦活動 我們就出錢去印海報 如果有錢的時候 我們就請大家來開個記者會 開個記者會 總是不要跟店家參選 咖啡廳我 借我開個記者會 可是我沒有錢付你 咖啡的錢 我們就是開個記者會這樣 一方面你占人家便宜 一方面大家也紅茶 你來很幸運 那一天沒什麼大事 所以每次非內組織開記者會 通常都要選禮拜四 不要選禮拜五 因為政府常常會禮拜五出一些大事 故意過禮拜一禮拜天 或者你千萬不能選禮拜一 因為禮拜一最多事 每次選禮拜二禮拜三或禮拜四 那時候還要很幸運 那時候沒什麼大事 那你想要講的事情 才可以被比較大的報導 也不見得很完整這樣 那那個年代 我們常常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 如果這樣 又想要影響社會 我們就要對媒體進行分析 比如說 所有媒體 就是包括大家很熟悉的報紙 雜誌 那不是就一個廣泛的報紙 做分析 或者是就一個雜誌做分析 不是 是針對每一個報紙 或者每一個不同的雜誌 或者每一個不同的電台 去做分析 分析的才知道說 要怎麼點的 規定到規定到節目 規定到什麼節目 所以你創造一個這樣的題目的時候 你怎麼針對它做 什麼樣子的新聞動作 你什麼樣的動作 對報紙的新聞記者做動作 都沒用 因為它版面很有限 所以不如有些稿子 我們把它變成副刊 有些稿子把它變成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才能夠產生比較好的新聞的效果 一直在玩的點量都開力氣做起來 很講究 也被人家認為我們很專業 所以我們以前在花蓮打籃球 打三對三籃球賽 可以打到青少年的犯罪率下降7.8個百人 打籃球可以在籃球場上 可以隨時 讓打籃球人到一千多個人 一千五百個人花蓮 那你就要想盡所有辦法去創造那個流行 你又沒錢 所以包括呢 你球賽要把它做得轟轟動動的 不是 你要找那個這樣 看起來漂亮的年輕人 故意在那裡做轉播的那個人 再找這個人 找那個人去做 什麼主持人或場編什麼人 然後再去做海報 故意海報還要拍這些人 然後派海報的時候呢 因為人是有錢印海報 那海報印了之後就到處寄 那我們自己很窮 所以我們印一張海報在花蓮 通常會花掉那個兩萬塊錢 那當然很貴 一張海報平均才到五十塊左右 既然一張全財海報要五十塊 去打的時候 大哥你如果把他拿一十分鐘 你把他拿一十分鐘出來 有你喔 實在是對不起 你會捐款子 你知道嗎 結果一陣子印海報 他印一千張兩千張 出去街面上看的時候 看不到 因為這個人說 要跟你打 我們也拜託他 他想不想 我要捕他 要穿著 你要打著 到時候還沒穿著 所以既然那個海報 就像他在手朗裡面出現 所以我自己常常訓練 我們的義工和我們自己 既然出去貼海報 就以中山路為對象 這一條路這樣就要貼一百五十張 這樣聽我的意思嗎 一般人貼海報就說 有去打 就已經有去打了 那我們的動作不是 這一條街就要貼一百五十張 這一條街要貼一百五十張 這條街要貼一百五十張 所以一個小小的花蓮室 或花蓮室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到處都看得到你的海報 這樣子的宣傳才有效而已 不行 還要開記者會 還要投稿 還要這個上廣播 還要去電視台講 這樣還不夠 還要去升旗典禮 去做宣傳 還要把傳單印起來 因為我以前在學校教書 所以每一所學校 哪幾個地方的有門 可以出入或爬牆 我們都知道 所以傳義工體 是所有的口 通通到堵住 一直發到學生 兩個人裡面 就一個人拿到傳單 嘴巴會講 我都知道了 不要一直在講了 還不甘願 還要在中午吃便當的時候 我早上升旗典禮去講過了 中午吃便當 還要滲透到班旗裡面去講 這樣 所有都這樣的努力 才會有這麼好的結果出來 那些農建戶都在最開心 就會有結果 事實上 我們做這些事情的根源 很深很深 才會有一些好的效果出來 真的 才會上千人去打球 一次嗎 一次 還不爽 還要球賽結束晚上的 街上的電視牆 就看到學生在打球 就是要這樣子 集進所有的力量 才會讓那個年輕人的 新的活動 或次文化被帶起來 我們是這樣的高手 就在我們那個很窮的花園 我們都這樣做 然後我一年半 辦了52場街頭音樂會 那音樂會 我常常講 如果音樂會 第一場就不成功 就不會有第二場 那會有57場 代表每一場 現金收入都夠 我賺錢 才會一直辦下去 那個做法呢 我要辦這個音樂會 我去找 街上就這樣 騎腳踏車 騎摩托車 因為一邊要貼海報 一邊要發傳單 一聽到誰家 有在叮叮叮叮叮叮 或者是在叮叮叮叮叮 欸大哥大哥 你剛才那個是 是誰在彈琴 他說是你 我說那我要請你 兩個月以後 來辦一場音樂會 他被我嚇到 就這樣 一直去遊說 然後這句遊說呢 累積到一定的量 就真的來辦音樂會 辦音樂會 這種音樂會是一定失敗 又不是專業 又不是專家 拉的又不好聽 人長的可能也不好看 就這樣 那真的做法的時候呢 這個講好了 然後就把傳單印起來 傳單就有點像計畫書一樣 挨家挨戶去敲門 欸我們兩個月以後 想在這邊辦個音樂會 這音樂表演是那個王大哥 還有那個李大姐 哇他只是這樣 這樣子講三次 挨家挨戶 在那個街道跟社區這樣做 然後每一場音樂會 又有那個新聞稿 又有照片 又有義工動員等等 那現場才會有人捐款 然後那個來參加音樂會的人 很高興的 光光那個華蓮 他融莫的地方 街頭或草地的音樂會 然後那個參加音樂會的人 很早就跟他講 欸兩個禮拜後 我音樂會一定要來 不能不來啊 阿嬤那個大姐大姐 明天喔 我們家的這個妹妹要 音樂會 你一定要買花來喔 我錢幫你先準備好了 就這樣 就這樣子 其實表面上是音樂會 其實是一直在做 這樣子的社會動員 才能夠把你的文史 或者教育 什麼東西 跟這個鄉土這樣一直 溝通 所以我跟華蓮人王 沒有虧待我 我們花蓮以前都是 福倫社 獅子會 國際社團 一年大概吃掉的錢 因為他們每個禮拜 要聚餐一次 吃掉的錢 是自己辦活動 不知道多少倍 一年頂多大概四萬塊錢 辦了兒童寫生 順便發獎品 就算國際社團 都吃掉了 都這樣 那我們這個團體 在民國八十二年 開始做活動的時候 這種團體都 只好靠邊 所以我們很快的 就被幾成說 一快點說業餘耶 那就換我做全職的 或者是專業的這樣 社會就被我們這樣推著進步 那種年代是用盡這樣的力氣 那我離開慶圈的時候 我心裡想 我們如果一直這樣做 做的結果 有一天 有人 比如說我們的縣長就是這樣 原來你可以辦籃球賽 為什麼不能辦籃球賽 搞了半天你辦一個這樣子 轟轟動動的籃球賽 搞不好才用掉二十幾萬活動的經費 那我如果花過五百萬 我不是比你厲害嗎 所以就看到很多政府 開始辦跨年的晚會 跨年的忘年會 演唱會 所有以前在那個青年休閒時代缺乏的 然後被創造出成功模式的 很多政治人物都把它造全盤接收 然後經費就膨脹十倍 一方面辦得更轟轟烈烈 一方面可以中保私囊的錢 也變得怎樣 更多 那你可以開馬路去洗錢 為什麼不能辦活動來洗錢 那你可以辦活動 為什麼我議員不能辦 所以議員的基金會這類的活動 就開始把這些清零活動 老實講 接手去做 那我自己呢 後來要離開慶圈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感觸 你說你是好人 我這個送便說的是好人 我們叫青少年公益組織協會 那你可以做公益活動 難道別人不能做公益活動 那你能做的公益活動很了不起 那不能把你的公益活動 全部照單全收 增加十倍嗎 你東天很了不起 可以送棉被給人家 你可以慕眠給人家 那現場不能用稅金 反正是六十歲以上 全部都送吧 所以關華聯的賠償